我们练开拟拳的时候,有很多要求 这些要求呢,有大部分都是要求你这样做 比如说,陈间追走 松腰、树腰都要求你这样做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并不是要求咱们这样做 而起的事上呢,指的是你只要做对了 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状态 来几方面呢,我先讲讲咱们这个头 虚零顶尽,是太极拳的一个高拳 但是如果你在练拳高中,真正去顶去了 去下半腿去了,把贵血往上顶,这就错了 虚零顶尽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叫顶头弦 它是要求你在练拳或者站拳的时候,出现一种 头被悬在这就动 如果练走,像所有的把贵血拴住 然后你身体下沉 身体下沉 头旋不动 形成了虚零之地 站住站住站住啊 哎好,过来 对了,现在头这儿旋不动 然后身体重沉 这种挤住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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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才叫虚零顶尽 就必然要内受 这呢,虽然是要求 但是不是让你这么做 不是让你在干装练拳的时候 咱们活动做练拳的时候 说你这个,命能相带走 把维履项回收 还有朋友讲的,维履项地下扎 只要你这样做,就是错 其实是你出来的 其实是 你形成了坐的形态 维履顶自己就收的 你看咱们做的板子 往来一做 维履顶自己就做这 命能处在了 可以找到板子 你坐下之后你自己做这儿 一摸命能 你看你现在出现了一个做的状态 对,你看那命能处在了 明白了吧 现在你站住来 站好 对,你站住 命能留住一下 维履顶就没收进来 这种战定的姿势 是咱们人类进化了几十万年才体现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战定的姿势 所以说你不要在 人类得去把命能尸进 往外图 维履顶里收 咱们在开机前 动作套的时候 只有在定时的时候 你形成了坐的状态 才能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命能的外围 维履顶里收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那个 舌家 在站住 从这一开拳的时候呢 呃,我们要求 咱们这坐的 是 微微的壁上 不要太使劲的壁 但是你要在河上 形成 离西离湖的状态 那么呢 呃,在旋路上去 舌尖要顶到 上河 那么顶到什么部位 舌尖呢 其实是顶在 咱们上牙旁啊 这个牙和牙齦之间 相交建策的地方 舌尖顶在这儿 顶这儿的肚子是一个 就老辈子 就是人独二脉 在这块断 啊 人脉从这儿走到这儿 到这儿 断开了 都脉从过来到这儿也断开了 那么 古人这公说 他接了他不接 都说不接 舌头一接 太通了 啊 是冲 用这个 呃,这个含义 那么舌尖顶住 啊 顶住 啊 你如果在这儿 当中 站住当中 真去顶 有个朋友讲 舌根向前送 啊 这 意念过程 舌倒在外头 导致你出现的口水过渡 啊 老爷爷不认 口水过渡 对身体也是个小好 所以说舌尖 顶住上河 微微顶住上河 这个要求 也是在 你正常挖子合上之后 他出现的一种现状 而不是要求你这样做 总结一下啊 就是 驱灵顶静 啊 舌尖顶住上河 命门外 外 外 唯一 唯一那时候 都是在权当中的要求 战光在权当中 我们按这个要求做 但是 不是做他本身 不是去做舌尾顶静 去做舌头 顶这个杀 去做唯一那时候 命门外 而是 通过你正确的姿势 来体现了 这个行政 来体现这个行政 我来说 你 有点 感谢观看